那繼續我們來看台所六輕 又又發生火燒了 因為這是五天來第二變 也是一年來第七變的 更安事故 台所就說 當事長的我們條件 總經理所欺慮是清時 在台所集團也說 未了再是一套海峰 鹽分隔館 講座是照高派的 現在就要換新的講座 也要請中友的團隊來逗三天 未了六輕 又發生大會 這是五天來的第二次 也是一年以來第七次 中台港愛火災 如果受到中台問題 也要讓台所發當事長王文潮 也有總經理蘇智義來襲擊 在台所當初去六輕時 根本沒想到 雲林未了的風山這麼大 鹽分這麼多 這是最近不會有的經驗 就連王文潮也領危 雲林未了 危在海邊 他們的海風和海岩 同樣是比比酒店更嚴重 看法性更安的事故 賣鳥其實是一個很嚴苛的一個地方 那個嚴害很嚴重 特別是說很細的這樣子 那個砂就然後帶著這個鹽 然後把你黏在設備上 這其實是很嚴重 所以我們在很多東西 在油漆的規劃我們要提高 為了鐵底改革六輕手工廠勞固問題 王文潮表示 這時候要做就是工廠 證明太多更新 當時要引進過來 賺業經理人來處理港版問題 要做這個新的這個國防線 因為外部的公司確實是很嚴重 這個也是一個那個什麼很好的一個機會 說這個公司的專業化 那個專業經理人來做 我認為是說應該是比較好的 有限這幾天會到六輕現場了解 系統了後 照顧提示建議 記者 蔡宏博德 提示建議 成功要發揮